是 新的有局已到卢从 他说 按照之前所报废墟 卢从情势确实危急 什么事啊 女儿无能 李德云 已知恒暗 上个月双炮被杀 李德云应该是那会儿 便上路了 女儿昨日才意识到 再派人组建 也来不及了 今日更是中了 调虎离山之计 李德云 恐怕已经见过陛下 本宫已经知道了 奴刚刚已向大人汇报此事 又向能依此事 让他来 无妨 放在眼皮底下 看着也好 爹爹 也这么想吗 赵俊李氏世代伐月 门生故旧遍布朝野 他李德云在朝中 可不是小官 不是你想杀 就可以杀的 非常时期 既然他被召回 那就 多留他几日吧 是 怎么办 卢丛之乱 诸位爱卿 可想出什么对策了吧 王将军 起命 滚下 尘实在是想去 可这身子不争器啊 连骑马 vampire狩猎 都很勉强 钟将军 回陛下 末将愿去 只是 只是家中老母 已有八十高龄 常年卧病 无法自理 末将 不孝啊 陛下 臣愿望 女儿 我说什么呢 别瞎闹 陛下 臣会武功 愿率兵前往卢丛 平定战事 还百姓安康 你以为会武功 将能打仗了 那会兵法吗 臣虽然不会 但臣可以学 并且 臣没有顽疾在身 家中无老母需要照顾 总归比两位大人 更合适一些 大人 这 朝堂之上 这 战争之势 岂如一个女子来请命 我乃陛下亲授 正无品女官 为什么不能请命 不可对王将军无礼 是 陛下 本宫认为 直见人 也没有这个资格上战场 是 黄君大人 楚国公大人 那依您看来 李某可有这个资格 李师兄 好久不见 风采依旧啊 是啊 李大人 诸位大人好 李大人 回来了 李大人 诸位大人 诸位大人 醒了 陛下 臣 李德云 奉诏回京 拜见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爱卿 平身 谢陛下 陛下 臣听闻 崖将陈印台 杀杰杜时史权忠 意图强迫朝廷锋利 拥兵作乱 臣当年 送您和郡主 前往卢从完婚时 曾与陈印台 有过几面之缘 臣愿亲往卢从 平定此叛乱 楚国公大人 您以为如何呀 李大人 您接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 奴从之乱 必须马上平定 否则 战火蔓延 百姓受苦 再加上其他的节度时 也蠢蠢欲动 李大人 需要多久啊 三个月 平乱如旧火 三个月太慢 一个月吧 两个月 出的也倒是哪 对啊 这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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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都会错 不是啊 这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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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 是 这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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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该怎么办呢 朕相信 李爱卿 必定不负朕的厚望 若是不能 若是不能 臣愿负罪辞官 回家重地 楚国公大人 这下你满意了吧 李大人 李大人 本宫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 本宫是真心希望 您能够凯旋而归 就拜托您了 如此 就多谢楚国公大人您的 吉言了 陛下 老臣告退了 李大人 徒夫 还要仰仗各位大人 多敬礼 还要多礼事 大人过前了 少礼事 大人才是 月儿 你看见了吗 这李大人回来了真好 陛下 好久没这么开心地笑过了 好 好 没想到 没想到 李德云大人回来之后 还真的 没想到 没想到 李德云大人回来之后 还真的 还真的 气氛就不一样了 李德云 乃是文臣领袖 威望极高 皇兄为了保护他 不得不将他左倩 为的就是让他韬光养晦 他续礼多年 此番他重新归来 你看吧 看着那些墙头草呢 怎么倒戈 原来 先帝下了一部暗棋啊 皇兄的暗棋 可不止这一个 你 时候不早了 你回去休息吧 现在 养精蓄锐 晚上和朕 一起聚见王叔 是 阿辰 陛下 陛下 姑姑 姑姑不必多礼 多谢姑姑定礼相助 不然侄儿 这会儿已经随先帝去了 陛下 排除万难 救我回家 又让阿辰的通天医术 将我救醒 这一切 皆是机缘 是泉州 在鲁丛的势力尚有保存 愿下 悉数为我所用 陈印太的一举一动 都在眼前 陛下 你放心吧 多谢姑姑相助 陛下 郡主体质太弱 需要多休息 那姑姑 您就早些安寝吧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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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借庐从和镇屋 来拖住了仇子两 连李大人 得到了回朝之机 这只是暂时之机 最后如何 朕心中没有世俗的把握 如郡主所言 一切皆是机缘 得到者多助 只要陛下心怀天下 最终必能战胜丘子两 还要多谢王叔 旧小姑姑 臣分内之事 倒是陛下 和鱼儿的伤 朕没事 只是他继续跟在朕的身边的话 只会不断地受伤 不断地遇难 要丝毫松懈的时刻 所以王叔 朕有一个不清之情 别想您说 接下来 朕跟丘子两之间会有一场恶战 稍有不慎 就会满盘计数 但是鱼儿跟在朕身边的话 只会让朕分析 所以还请王叔 找个合适的机会 带他走 鱼儿 必不肯离开 所以 只能让王叔 尽快带他走 王叔 拜托了 臣 钻旨 钻旨 查到了 宁和 不 是右相 右相神秘 想查都无从入手 但我曾听大人 叫他为师三 我就从这个名字开始查 查到了这条线 做得好 太安九年 招禄之变发生不久之后 丘子两 在师三的提议下 创建了将棋营 目的是寻找遗诏 配之死士 你我就是第一波死士 所以 我们还算幸运 很快出了头 成为了金字棋 只有晋升为金字棋 才可以改回自己的名字 可笑 那 我的胭脂是假的 右相十三 只怕也不是真的 但他确实是叫十三 大人出身平寒 少年时 曾在山间厄运 唯一位隐士高人所救 我听说过 高人断言他 绝非池中之物 所以赠予他半本秘籍 仇子良的武功 便是因此而来 那你可知 这位高人隐居在何处 百空寺 百空寺 是 就是我们昨天去过的那个百空寺 难道 昨日之事 也是右相布置的 开始 以后 或者原来 我 我 你对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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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在照顾他 今天不是要去狩猎吗 我就先来准备准备 再说了 如风之前救过我的命 我也应该好好伺候伺候他 对了 这匹马 真的是李小姐送给陛下的 朕所有的东西 都是别人送的 也包括你 我才不是呢 我确实 是姑姑送给陛下的 陛下 你怎么来了 奴来为陛下领路 可朕认得路 换地方了 陛下还是跟奴走得好 不是去狩猎吗 你猜 我 那就走吧 有我带路就够了 这位臣姑娘 还是留在宫中的好 朕在哪儿 鱼儿就在哪儿 陛下 那臣就不去了 事关重大 陛下快去快回 我欣赏你的市区 我欣赏你的市区 鱼儿 姑姑 您回来了 安盟送到了 先不说那个了 的确是大姑娘了 也到了该许亲的年纪了 什么意思 走 去哪儿 太皇太后要见你 我 你 你 还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父母都饿死了 就连臣也被人贩子 跟着承上宫 除了跳舞席剑 还学过什么 回太皇太后 鱼儿十分聪慧 无论教什么 都一点极通 快谢太皇太后 谢太皇太后 你继续好好服侍陛下吧 是 你继续 姑姑 这个还是给您吧 这是桃妖拙 太皇太后给你的聘礼 你怎么能给我呢 快收好了 聘礼 为什么要给我聘礼啊 答案是陛下看上了你 太皇太后 也同意纳你为妃了呀 好疼啊 好疼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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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脚好像扭到了 陛下 临时改地方 陛下莫怪 思想其实 谨慎点没有错 是 一个月以内 弥沙应能抵达郑无义 到时候郑无义翻尘被杀之笔 向朝廷讨要说法 如此一来 我们又能拖上一个月 可仅凭一个拖子 并不能解决陛下的危机啊 所以 在接下去的两个月之内 能否不动干戈而夺囚子两只权 就看你的了 不动 你怎么样了 我的腿好了 这夹板不必套了 下去吧 好 看来陛下收获破风 陛下 我的那把弓 您赏给谁了 不知道 我知道 来人 陛下 您还是收下这把弓吧 不然爹爹会伤心的 你在威胁着呢 你在威胁着呢 怎么会 只是 请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为当年没有留下来陪你 我为当年没有留下来陪你 而后悔这么多年 请再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爹爹跟我一起 帮你 我让你认为 不认为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别跟了 回去吧 我的提议还望陛下好好考虑考虑 过几日我再来听答案 朕现在就可以给你的案 陛下现在还没有想清楚 还是多想些时日的好 在想什么呢 陛下 一根杂芒都没有 这是朕狩猎这么多年 猎得最漂亮的一枝 朕 赏给你 你可以戴在身上 怎么了 你还不好意思啊 拿着 这就是 太皇太后的头药 陛下 陛下您警告过臣 臣绝无此意 只是今日太皇太后 把臣召过去 就 就给了这个 别说了 陛下 陛下真的是好兴致 是啊 国难当头 陛下 还有此等雅兴 出去狩猎 真心不错的白狐啊 也好 及时行论 两个月后 陛下恐怕就高兴不起来了 和陛下 你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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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并逝 那得称为 轰嘛 再启禀陛下 轰了 好 爷爷 这齐燕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竟然敢跟您玩心眼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陛下 该用膳了 好 臣不饿 你吃吧 陛下 臣有错 臣今日一日都在宫中 却在太爷池旁 用人自扰 要是臣能来 您和郡主这里看一眼 或许就不会 秋子梁要杀他 你若在此 不过是多天条人命罢了 但臣可以拖延时间 给陛下报信 或许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 不能 你什么都不能 你都看到了 留在朕的身边 就是这个下证 陛下 拿来的 你会在那里 去哪里 你会在这儿 要是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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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一开始动摇过 也误信过外面的谣言 但我很庆幸 我留下来 见识到了真正的陛下 所以 我只想做一个忠心的臣子 英勇的侍卫 最好的执剑人 至于其他的 我不敢想 也不愿想 鱼儿啊 你说的这些 伯伯都明白了 一会儿这些话 不会再说了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早些歇息吧 陛下 朕今夜要为姑姑守夜 不必留人刺猫 你先下去 是 朕今夜 玉儿 你一心想向朕见诸 不惜胜命 可你知道吗 至死至首 已是赦云 但总要拨一个盛世青兵 好让你 活下去 宁和死了 大人亲自用枕头捂死了他 据说 务务停停 折磨了一整天 你我虽把控了将棋营 却是防不住神才君 仇子良 积危已久 没那么容易一蹴而就 慢慢来吧 您何意思 起言后面的棋就抛走了 就算陈寅台还肯收手 大人也不会轻易让他过关吧 好一招府邸仇心 果然很缺 你还笑得出来 比起我们 右相应该更发愁吧 时间差不多了 该去秦雨亭了 人我带来了 你们怎么斗都行 只有一点 别出人命 要不然没法交代 是 meals 你会负责习 这位是 二甲 二甲 英哥 stays 我们 声 四金 他们 質疑 因为 好 第一题 你是谁 这种假答案也算数吗 这种假答案也算了 真命王叔将您唤醒 却反而让您送了性命 对不起 此处 此处终有一日 朕 定要清长 你为何要三番两次的帮我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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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来的祖父 是你 狗皇帝 我杀了你 紫月 韩月已死 回头是岸 先灭我族后杀我主 此仇不共戴天 下令灭门的是仇子良 杀韩月的也是仇子良 你去找他呀 我不管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皇帝来 不要杀他 狗皇帝 陛下 此刻如何处置